在我旁边的这道长墙 它就是为了防止狮子穿越国境线 它是建在河的旁边 过了河就是越南的盲街市 在水很浅的时候 感觉都能蹚过去 靠得非常近 这里是广西的东兴口岸 在这里出国非常湿滑 每天都有很多越南一日游的人在这里 对过就是越南的口岸 它们的旗子是红西上面一颗星星 那一块就是它们的戒备 有很多中国的旅行团 东兴口岸是我去过最热闹的口岸之一 整个的口岸四周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集市 好多都说是越南货 也有很多流动的摊位 卖烟的 卖手菜的 卖一些糕药 整个城市它是充满了很多的游客 中国越南都有 中国戒备1368 在旁边还有一块一百年前的大清国戒备 在对过呢 它们并没有我们口岸这里这么多集市 看似那么热闹 感觉比较冷清 它们那里的河岸呢是没有任何的危党 如果我们这里不拦住 它们是可以很轻松的过来 铁栅栏 铁车网是围了好几重 上面很多的摄像头 旁边那个柱子摄像头更多 东兴口啊 这个门呢一般是不开的 门口是一个停车场 出境的通道在它的旁边 这里是不仅有游客 两国的边民交往是非常密切 很多人在这里打包货物 这里呢是刚打包完货物 正在找人搬运 谈价格 大量的游客在这里聚集 不仅仅是来这里看一下国门 它还是国道29的起点之处 万里边境线 很多人在这里修整一下 是继续出发